200多斤的猛犬接连咬伤多人带到狗室出售 最终的结果令人意外 据狗主人介绍 视频中的狗体重重达200多斤 在整个狗室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它的性格也是非常奇怪 除了狗主人以外 任何人都驯服不了它 哪怕是家里人惹它生气了都会开口咬人 这两年下来已经连续咬伤多人 按正常来说这种狗应该被人道毁灭 毕竟200多斤的猛犬一旦发怒的话 三五个大汉都很难将它拉开 今天狗主人将它带到狗室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想将它出售掉 它说体型这么大的中亚牧羊犬是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的狗主人